大家好,我是阿炬 上一期当中,布美芝和阿茂在相亲五天后就结婚了 新婚的第二天,小两口准备前往东京 公婆送别以后,两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赶往火车站 阿茂在路上问妻子,自己的母亲怒说了什么 这让美芝很好奇,为什么要给婆婆起外号叫怒 丈夫告诉她,自己的母亲每天都在生气发怒的状态,所以叫怒 而父亲叫胃特质,就是肠胃特别健康,一切皆可吃 听见公婆这样有意思的外号,每只都不敢想 这个家庭竟然如此开放 而自己家里严谨,从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说说笑笑之时,阿茂把自己提的小包交给妻子 自己则拿着大行李箱阔步前行地走了 看见丈夫拎着皮箱宽阔的背影,让他不由觉得这个男人值得信赖 两个人在车站等候时,丈夫向妻子道歉,让他不得不跟自己离开故乡 虽然美芝说没事,但对于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她,难免心中忐忑不安 就在这时,美芝的全家从远处跑了过来 大家拿了大大小小的礼物送给他们 小侄子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姑父 好奇那空空的袖子下面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暖心地来送别 可唯独父亲没有出现 父亲并不是不想 而是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火车即将出发 大家一再叮嘱美芝注意身体 一定要照顾好阿茂 二姐更是明白父亲为何突然不愿来 离别哭泣的脸真的让人无法控制 就在众多亲人的祝福下 两人踏上了去东京的路程 离开故乡 美芝真的就成了只有和茂两个人 为了缓解尴尬 阿茂提议吃个橘子 美芝给丈夫铺好纸巾 然后把橘子递给了阿茂 可他忘了丈夫只有一只手 虽然后觉意识到了 可阿茂说这样简单的事还是能做 让他不必在意 两人到了东京 一个车夫跟在他们身后叫住了他 说是美芝的姐姐小子 让来送他俩回家 顺便还送了一个好看的表 给两位作为新婚礼物 看着东京街道的一切 让美芝觉得像梦一样美好 可随着车子的移动 阿茂住的地方越来越偏远 车子一直开到了郊外 甚至车子还得给牛让倒 到了家门前 美芝简直不敢相信 阿茂住的地方真是破烂不堪 走进房子里 家里可以用家图四壁来形容 到处破破烂烂 屋里没有一处能看得过去 再看看曾经给他看过照片的阳台 不敢想象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再打开窗户看一眼 看见跟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房子 让美芝心里不安的感觉越发强烈 这时还有人上门 原来是阿茂的大哥 上门只为取回自己的西装 看见丈夫连相亲时的衣服都是借的 这还不算 紧接着 有人上门催收房租 一下子这么多帐主上门 把美芝向往的东京生活彻底打破了 小两口的生活该如何继续 看到当下这样的局面 美芝因不想丈夫在这为难 于是拿出了自己的嫁妆钱 帮丈夫还债 打发走这些人后 阿茂说 自己这次的漫画即将完成 很快就可以领到薪水 晚上美芝做饭时 看见丈夫一直在礼物工作 想悄悄看看丈夫到底在画些什么 这不看还好 一看吓一跳 丈夫的笔下画的全是可怕的妖怪 甚至那刻 美芝觉得丈夫都显得有些诡异 那是从来没见过的让人恶心的图画 隔天 丈夫因为要工作 竟然给妻子画了一张镇上的地图 让美芝独立前往采购 接着转身继续去工作了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妻子 出门后 美芝望着都是田野的周围 路上没有一个路标 心里不免忐忑失落 再想想昨夜 看见丈夫笔下的那些妖怪 她的内心又更紧了一下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就是丈夫笔下那些可怕的妖怪 竟让丈夫成为了将来鬼怪漫画家的鼻祖 终于徒步找到了镇上 美芝上前一看菜价是真的昂贵 虽然有打折商品 可自己慢吞吞的性格 怎么可能抢得过身边的那些大妈大婶 就在这来来回回犹豫之间 自己一样东西也没买到 这时美芝还被一个小偷盯上了 趁她不注意拿了包就跑 要不是身边的人提醒 她还浑然不知 这到东京的第二天 美芝就上演了一场抓小偷 两人你追我赶的跑了好远 刚好一个路过的大姐跟小偷撞了个正招 再一听这人是小偷 就赶紧帮忙拦截 小偷刚想跑时 却被扔下的包半倒 包就自然的到了这个大姐身上 两人正高兴拦截成功 还在那互相道谢寒暄时 却发现美芝着急出来 还拿了商贩的东西 大姐让她赶紧还回去 不然她也会变成小偷 美芝着急的赶紧离去归还 可大姐转头 自己的东西却被小偷拿走了 只能再次自己雇佣追小偷 美芝归还完东西之后 迅速回到刚才被救的地方准备道谢 可人早已离开 晚上回家后 自己跟丈夫吃饭时 说了今天的遭遇 阿茂说 东西没丢还算好 这里把人丢的事情都有 在想跟丈夫说说话时 阿茂又丢下碗筷转身去工作 这时的美芝内心不免有点小崩溃 自己向往的幸福生活为何如此 丈夫不疼惜自己 整天只知道自己的漫画 可她又能怎样 等丈夫一起就寝 可迟迟都等不到人 在这寒冷的夜晚 丈夫在屋内马不停蹄地赶搞 美芝因为遵守传统 丈夫不睡 自己不能睡 在外裹着被子 叠着牵纸鹤 那时的她突然有点想家 但又自我安慰到 时间不可能到回 她也只能努力向前 隔天 美芝采购完回家后 却在家门口 看见了前来探望自己的大姐小子 姐姐小子因为丈夫工作的关系 十年前就在东京定居 这次前来特意看望一下 这个初到东京的妹妹 姐姐小子来时 丈夫匆匆打了招呼 离开工作 这让姐姐非常不满 美芝这个奇怪的性格不说 还让妹妹一个人 去不熟悉的地方采购 周围环境又不好 家里更是破烂不堪 她当时送的钟表 还以为妹妹住在一个 跟表相配的地方 现在竟是如此窘况 妹妹吐槽间 阿茂的大哥又上门来了 这次还领了全家集体 本以为是简单的来拜访 可哥哥说 自己是领全家来洗澡的 自己没有那个设备 他们会一周三次来这洗一洗 这话让姐姐更是物语 本想绕弯劝说一下大哥 毕竟弟弟也是已婚人士 有自己的生活了 不能像单身时那么随意 可哥哥完全没反应过来 姐姐和美芝也从哥哥口中得知 阿茂的漫画并不受欢迎 收入也是微乎其微 本想着弟弟这辈子都没有媳妇了 现在竟然还有了 那就只能凑合吃饱饭过日子吧 哥哥一家走后 美芝明白今天的一切 对于姐姐来说不能理解 而且也会告诉父母 但她不想让远方的父母担心 恳求姐姐不要告诉家人 就说自己一切过得很好 毕竟时间太短 他们俩之间还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 看见妹妹一再的坚持 姐姐只好答应 晚上美芝的父母就接到 女儿过得很好的消息 大家也就放心了下来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离谱 丈夫的一个发小客夫上门拜访 本来阿茂就不想跟他有什么交集 可这个人竟给自己带来一个搞漫画的同行 此次前来想租阿茂的房子的二楼 美芝说这个房子已经太小 可客夫说夫妻用一楼 二楼用来出租还能增加收入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件好事 本身刚刚新婚的家庭 现在又住进来一个陌生人 丈夫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美芝完全不能理解 问丈夫为何这样轻易答应 丈夫坦然说 没钱所以只能如此 美芝说没钱可以先预知点存款啊 这个丈夫越发颠覆自己的想象了 现在生活也成了两个人最大的问题 她只能等待丈夫结稿的日子 先用自己家里带的那点熬过时间 而那时的她还不能理解 为何丈夫如此努力 收入却这样地位 隔天终于到了阿茂要交稿的日子 美芝满怀期待的等丈夫归来 顺便把家里打扫了一下 也是想着丈夫的屋子需要透气 就顺手打扫了起来 而来到漫画出版社的阿茂 向这里的老板认真讲述了自己画的漫画 画中主人公鬼太郎 因为是从墓地出生 所以名叫墓地鬼太郎 而鬼太郎的父亲即使去世变成眼球 也想活着保护自己的儿子 自己就是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眼球父亲 也表达一个父亲执着于儿子成长的温馨故事 正在阿茂讲述的激烈时 老板打断了他 顺便告诉他事实 他的漫画根本得不到人的喜欢 因为封面内容过于恶心 反而还遭到诸多的投诉 让人看了不是吃不加饭 就是让孩子做梦 全是抱怨的投诉 让他此时停更这板块漫画 多做做大家喜欢的漫画 毕竟做这行就是个薄利多销 而那时专门出租漫画的出版社 也是风一吹就散的零碎企业 领完那些微薄的收入之后 阿茂走出了出版社 可收到稿费的阿茂 还是第一时间去了二手店 给妻子买了一个收音机 因为自己长时间在创作的路上 妻子一定会感到寂寞 这个收音机应该能陪他姐姐们 离开时 也看上了一辆自行车想买给妻子 可看看微薄的收入 想想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还是暂时离开了 回到家以后 看见妻子很满意 阿茂心满意足地离开准备去工作 可看见自己整齐的书房时 他一下暴怒 自己的书房虽乱 但都是杂乱有序的 哪怕一张废纸都是自己的创作 可能一下上了头 就怒斥妻子做了多余的事 而委屈的美芝再也不能容忍 美芝把自己想说的 一股脑都发泄了出来 可阿茂还是沉默地关上了门 美芝很委屈 在这里 自己没有诉说郁闷的家人朋友 在这个漫画人同居的家里 没有自己安慰心灵的地方 昨天争吵完以后的美芝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镇上 意外来到了一家出租漫画的书店 在那里 他专门找到了丈夫水木帽的漫画 可映入眼帘的封面 让他吓了一跳 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阅读 如果看过《鬼胎狼》这本漫画的宝宝们 一定知道其中内容 正当妻子震惊里面内容恐怖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 竟然就是那日帮自己抓小偷的大姐 身后竟然跟着那位小偷 出租店里出现了帮助美芝的恩人和小偷男人 这让美芝一下反应不过来 大姐叫美芝泽 是专门经营这家出租漫画店的人 她向美芝解释道 她当时帮助完美芝 没想到这个小偷竟然又抱着自己的东西跑了 可这个傻瓜小偷怎么想不到 自己竟然抱了将近二十斤的蔬菜炮 最后因为体力不支还是被大姐追上 但美芝不能理解此人为何在这里 大姐说她原本想把他送进警察局 可这个人经历也太可怜 身上身无分纹已经三天没有吃饭 那天只是肚子太饿才会犯下此举 所以大姐就让她留在自己书店打工 抵消自己犯的错误 也是从那天开始 美芝结交到了自己在镇上的第一个朋友 而这边阿茂呢 想到自己在出版社发生的事 虽然让她暂时很烦躁 但并没有影响她在漫画创作的决心 毕竟阿茂是真的热爱 起身时她看到自己窗台的记彩 一下让她露出了笑脸 走出房门以后 阿茂这才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破洞的地方有干净的坐垫 锅台上有整整齐齐的碗筷 在各自的区域都有一瓶记彩花 阿茂想到妻子说的话 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忽略了美芝 调整好心情回到家的美芝 却看见丈夫早已不在家里 她开始自责 是不是因为自己才让丈夫升起出走 就在担忧时 她听见了丈夫的喊声 出门以后映入眼帘的是一辆自行车 阿茂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自己送给妻子的 因为自己的太破旧 无法载妻子出门 所以才买了一辆 为了她今后生活方便 接着邀请妻子 要不要一起去骑汽车 看到丈夫对自己的用心 美芝感动的说不出话来 甚至掉下了眼泪 吓到丈夫不知妻子为何 但听到妻子是因为感动落泪 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那日 阳光明媚 两个小小的人 开启了第一次约会模式 途中的大树河流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听到潺潺的水声 两人走到一个景点时 美芝被一个手工艺品所吸引 阿茂看见妻子很喜欢 二话不说就买了给她 接着 阿茂带着美芝去了随处可见的股份 美芝尝试着慢慢走进丈夫的世界 那夜 丈夫把自己今天的稿费交给了妻子 也告诉她 漫画这个行业没有以前赚钱了 但她让妻子相信自己 只要不断地画下去 就一定会有钱 阿茂边画边给妻子解释 这是一个传说的妖怪 虽然有点小抱怨 但美芝很喜欢这幅画 她在厨房做饭 透过门望向丈夫的时候 美芝觉得两人之间的隔膜 好像在这一天消失了 家里莫名闯进了一个陌生人 原来这个人也是一个漫画家 名叫树井深二 在书店看完《鬼太郎》这本漫画后 就激动地想见画这本漫画的天才 也想到这本漫画将来会成为怎样的神作 可阿茂告诉她 这本漫画连载的出版社已经终止了 深二脱口而出 终止这个漫画不是脑子有问题 无论这个漫画的题材还是内容的构思 都让观众耳目一新 怎么能让这样的漫画听更 但说白了大家又很明白 出租漫画廉价的稿费 只能靠数量维持生计 但大家又无奈不能改变现在的状况 因此即使抱着信心画出来的 还是有可能被人误视 这夜大家的谈话让美之明白了这条路的艰辛 但丈夫阳光的心态又让他很佩服 晚饭结束后大家送别 夫妻俩还担心已是深夜 圣二回去应该路途遥远 可圣二说自己家并不远 骑车很快就到 这时我们哼哼的阿茂说了一句 圣二还是拒绝了此好意 毕竟这时已经是半夜 距离上次圣二拜访完 已经时隔一个月 阿茂又努力地重新画占地漫画 而美之也已经习惯了丈夫现在的这种状态 甚至对楼上漫画同居人的存在也不再介意 这日又到了阿茂交稿的日子 看见丈夫无精打采的样子 美之让丈夫还是晚点再去 可阿茂说交稿的时间不能推迟 阿茂前脚刚踏出门就摔在了院子里 脚也已经肿了 准备强行站起来时 可怎么也没有办法支撑前去 这时美之自高奋勇 想帮丈夫前去交稿 于是丈夫给妻子交代了一番 接着这个重任就落在了美之的头上 可当美之打开出版社的门时 里面发生的一幕差点让他大跌眼镜 一个漫画家苦苦哀求社长 帮忙出版自己的漫画 而社长怎么都不同意 几个人甚至在自己的面前展开了一场大战 第一次拜访出版社 就让美之留下了如此的印象 那人离开以后 美之说了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可是这个社长真如丈夫所说 各种开始踩踏摧残漫画家的作品 美之一副不听不听小王念经 只是说自己听从丈夫 拿回说好的稿费 社长一看是有备而来 只好元数结算了稿费 可这时竟从仓库冒出了一个熟人 又是这个丈夫的发小客夫 顺便提一嘴 鬼太郎里面鼠男的原型就是客夫 这个人又看来没憋好屁 想到丈夫说遇见他必倒霉 美之嫌弃的就想赶紧离开 出来后 美之在路过镇上时 又去了大姐家的漫画店 在那里 他发现丈夫的漫画确实销量不高 可这时却有一个青年 点名来问书店鬼太郎的漫画 是否还有更新 大姐说这个漫画暂时没有 但美之却激动地上前询问 虽然美之的激动大家不能理解 但他的兴奋却是因为终于看见 这本漫画的忠实读者 晚上 他回去第一时间告诉丈夫这个好消息 丈夫告诉他 有意思的东西是不分成人小孩 但他现在最担心的却是 妻子遇到客夫 这个人出现在出版社 肯定在筹划什么 果不其然 第二天的门口 这个家从未消停一天 这次 客夫说自己有一个发财之路 好的漫画家都会组织自己的会员策 通过定期输送给会员回报 增加跟粉丝的粘稠度 这样又可以贩卖战地漫画里面的模型 这将是翻身的大机会 大家就可以摆脱这样穷苦的日子 本来阿茂不想同意 但一听社长都同意了 于是这件事就开始启动了 毕竟阿茂想赶紧摆脱金钱的束缚 还是想画自己喜欢的鬼太郎 这次 夫妻俩准备齐心大干一场 一个贤惠的妻子 在这个男人的生活中 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邮寄给漫画读者的会报 制作开始了 美知负责排版印刷 甚至到忘我的 把墨水粘在了脸上都不知 让丈夫不由夸奖妻子的可爱 再看看做的汇报 更是精致漂亮 两人首次的亲密接触 让双方的气氛 一下显得紧张局促 阿茂不好意思的找借口出门散步 可却把美知高兴坏了 觉得平常那个 不会说好听话的人 今天竟然能夸赞了自己了 瞬间幸福感爆棚 美知出门收衣服时 总感觉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跟阿茂说起时 也说自己今天散步时 感觉到了有人跟踪的样子 两人想着会不会是小偷 可家里又穷的 没啥可偷啊 说话间 两个可疑的人悄悄上门来了 正在窗户偷偷望着他们 美知出门买菜的时候 却跟盯着自己的可疑人物对视了 他大声的呼喊 阿茂紧张的跑出门外 就看见两个男人站在门口 男人告知美知 他们自己是警察 因为他们被邻居举报 挂有奇怪的招牌 疑似搞什么危险的团体 已经涉及威胁周边居民安全 所以警察此次前来调查 阿茂生气的拿出自己读者的来信 说自己只是个搞漫画的作者 何必大张旗鼓 可警察并不认可 他怎么能相信一个缺胳膊的人 说自己在搞创作 双方一下对峙了起来 这时美知拿出了丈夫画的漫画 于是两个警察就看起了漫画 里面的内容打动了其中一人 因为他深知 如果一个人没有切身的体会 那根本不会靠想象 画出那些让人有共鸣的东西 警察在离开前表达了歉意 但同时让他们 把那块奇怪的招牌尽快摘下 警察离开后 两人把招牌摘下来当柴烧了 而这以后 阿茂专注于自己的战地漫画 美知努力的在做汇报 少年战绩的汇 似乎进展的很顺利 可出版社这边又出了问题 书被退了回来 模型也卖不出去 客夫也不出所料的人跑了 而这边两个还浑然不知 在空余时间里 阿茂还是在构死鬼太郎 美知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讨厌 但不能想象现实温和的丈夫 为何能画出那么可怕的东西 出版社的人 把这个糟糕的消息告知了他们 这次的大亏损 又让这个家陷入困境 可阿茂觉得郁闷 没什么意义 与其在这儿哀声叹气 不如自己多画两张漫画 而美知也只能鼓励自己减少开支 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时阿茂走了出来 这是阿茂鼓励自己的歌德 毕竟谁都有努力时会迷茫的时刻 如果想熬过那段日子 只有在快乐和困惑的时候 才能认识自己 也告诉妻子 事情总会有出路 要不说柳暗花名有一村 从出版社回来的阿茂告诉妻子 现在有个好消息 有个坏消息 问妻子想听哪个 现在美知哪敢想什么好事情 只想听听那个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 稿费没拿到 这个家的穷依旧会继续 但这个好消息就是 社长竟然意外同意 继续画鬼太郎 因为停更一段时间 一些粉丝来信催更 虽然人数不多 但不难看出 这个漫画成长的余地很大 夫妻俩在这个好消息之下 又元气满满地 展开了这本漫画的创作 机遇在努力的过程中 就这样找上了门 但穷到极致的两夫妻 到了看见什么都是钱的地步 这对搞笑又可爱的夫妻 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就让我们在下一期揭晓吧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